沒錯,我們今天的受訪嘉賓就是頒獎Aki Hello,大家好,我叫李明憲 其實你有很多名字 對,我發覺是的 因為大家可能熟悉,當你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大家就以你做頒獎,叫你做頒獎 但是接著就是在Now TV的時候 你又要叫做Aki 就要甩了頒獎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是之前的電視台帶來的 對,就要好像洗底 但是現在呢? 是他們給你,不是你自己選的嗎? 那個比賽,他們每一個比賽 就是台灣,有一個隊長 我就叫頒獎 他們選你的嗎? 我懷疑,我很想選 其實是... 還是你自賤的? 不是,他們硬押我做的 其實是你一看下去就知道你有領導才能 還是你很喜歡點人 我知道,一看下去那個樣子很老 不是,因為他們覺得我英俊 沒有關係 那你講一講同屆有什麼參賽者 同屆有羅力威 哇,你再講一次,你比羅力威 對 然後我寄給 他那麼碎了 對 對不起,我撒謊 通常被選為班長或友誼小姐 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對 為什麼友誼小姐姐沒有什麼戰鬥能力 對 是今屆才贏了 嗯,他們是覺得我很照顧的人 因為我經常都叫他們起床 對 他很長氣 對 很準時練歌 很照顧他們 當時年紀我最大 所以就叫我做班長 其實除了李明顯 有班長的身份 在Now TV有阿琪的身份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我覺得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懂得多國語言 嗯,沒錯 對 因為他的背景是比較特別的 我覺得他的身份 人們會猜疑他 會不會是各國不同派來的特務 你本身 到底你是日方 韓方 還是中方 還是很多智方 其實 其實 爸爸是韓方 媽媽是中方 但是我讀書的時候 就是在日方 在日方 怎麼叫日方讀書 為什麼不回到香港 你小時候是香港讀 小時候在香港 然後中學的時候在日本 因為某些原因就去日本 某些原因就是 就是讀書不好 對 對 就是讀書不好 不關那些事 對 然後去讀大學 就回到韓國 那個就關這個事 對 就關讀書不好 就要回到韓國了 對 那之後呢 為什麼會回到香港 然後參加歌唱比賽呢 其實很... 其實我本身想考空笑的 哦 你怕你的樣子嚇到別人嗎 是 叫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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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每次考2nd 叫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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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叫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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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個學校就聘請了我 然後我就飛了回香港 去教書 對 好地地教書 做什麼 然後你去唱歌呢 好地地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喜歡唱歌 是 無論在香港、日本、韓國都有唱 你為什麼不選韓國出道呢 其實我有的 沒有參加天團 我那時候剛剛出道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在韓國 它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因為我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都沒有Super Junior出來 所以你是早過Super Junior 早過Super Junior 好歸啊這個笑話 哈哈哈哈 他們還沒出道的時候 他們都說 你們想說什麼 對 你們是今天在韓國 對 對 其實有一間公司 新的公司 想簽我的 當時讀書的時候 剛剛不完業 然後他的條件就是 兩年內 就不准出去做拜託 即是不准出去做part time 那些 就要你去韓 不會 那怎麼辦 都不會 那些宿舍 或者是 飲飲食食 都不會 你自己負責 對 你自己負責 然後然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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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你學一樣的樂器 和你一定要懂得跳舞 而那些錢 他們公司會先幫你付 是 那你投出那兩隻碟 你自己都是沒有錢 即是無論是虧好賺好 你都沒有錢去付 第三隻碟開始 你才開始有收入 是 那那個收入是多少% 或者是多少錢 即是可能 如果你的碟 最初兩隻碟都賣不到 那他就放棄你了 哦 哦 那一簽要占多久 通常這些韓國藝人 天團 十年 十年是死弱 然後還會再增多十年 沒有 他十年 十年都夠我們玩完了 對 對 你這條腦子 頭兩年就 甚麼都不可以做 嗯 很難生活到 真的 他還不讓你做事 所以我當時 剛剛不完業出來 就想快點去賺錢 嗯 那時候就沒有考慮 所以就沒有簽 嗯 然後就 就是interview 空笑 然後回到香港教書 等等 然後就 剛好 那些電視台 又搞歌唱比賽 不是很多的 那我就 很 就挑選了 那個 ATV去參加 不是不是 我有參加 TVB那個 是 他沒有選你 哈哈哈哈 很壞 Lin姐一語道破了 一個殘酷史真 沒有選到我 是 唉呀 那待會兒 你明顯會繼續說一下 他這條 演藝路 怎樣打掃 是女士呀 原來要經過 這麼多重的考驗 才可以成為Lin姐的人 哈哈哈 Lin姐 你可以說出 你欣賞Aki 的三個特點 在他演藝事業上 有甚麼你會看中他 而成為你旗下的藝人呢 我覺得他的樣子是特別的 一般的男孩子 現在都是要英俊 別長 一般的男孩子 現在都要選英俊 即高大英俊 他有高大的 不過其實他沒有英俊 哈哈哈 但他的樣子有點斜斜 哈哈哈 斜斜 是的 反而我覺得這一類的演員 是少的 嗯 很少一些性格演員 現在 而且他的背景也很有趣 即中日韓 近年都很流行韓風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有少少優點 嗯 Lin姐又說了三個 就是讚你的地方 第三件事 都是跟唱歌 演戲 和模特兒 不是英俊 對 不太大關係 不是英俊 是英俊性格的 對 醫院是不需要英俊的 剛才就說到 你是由歌唱比賽那裏 那裏 即參加完之後 都很多人認識你 過得到頒獎頒獎 很多人找你拍照 還有很多人找你會做事 但是之後 為什麼不繼續唱歌 而會去做其他演藝的工作呢 因為 那時候電視台 就叫了我去做一些主持的節目 嗯 然後做了下一位主持的節目 其實你知道 香港發展唱歌是很難的 嗯 你一定要有唱片公司去支持你 但是我們那時候 公司就沒有唱片部 不會有人去做歌給你 沒有人會繼續幫你去走這條路 都好像是 樂麗威和康上黑都好像等了 等了 很久 厲害 他們等了都很久 嗯 然後 即他們在電視台又沒有做主持的那些 那我就出來 反而你會好一點 因為你有主持的工作 是啊 那時候其實也有很多工作 他們什麼就是陳啟泰林 偉神接班人 劉錫言接班人 劉錫言接班人 劉錫言 你隔了一袋 劉錫言 劉錫言現在還在這裏 說什麼接班人 對 做了新約 因為你走了 他沒辦法走 所以就繼續做 是因為你而已 是啊 都是你搞 其實做得挺開心的 其實 做了一下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現 有些問題出現 就是不出糧 他好像有話想跟黃晶說 每次出糧 每次出糧 真的不出糧 一年算不算 是啊 我也聽文算是這樣的 是啊 Ben也說了很多 給你聽 OK 我現在出了 黃晶給你 我一次出了一塊給你 不錯 最近我上了一個麻將節目 你上了麻將節目 然後呢 是三年前的 你有麻將節目 是三年前的 那時是村長上去 那時是村長 對 那時是 那時是他按牌才出糧 那時是 上幾個月 多三年 這麼久 還要說 少少錢 少少嘉賓 禮禮事事 禮禮事事 禮事事 就是因為這個月間 所以你就 所以就知道他一定是有錢仔 你看看 幾年他都可以這樣 你有做part time 我有做part time 有教人韓文 然後 然後 機緣巧合 就認識了一些 內地的 呃 的朋友 即是監製 公司那些 就上了大陸 拍了一些劇 這樣 那時候找你做什麼角色呢 呃 奸丁 奸 奸 他的樣子應該是那些 也不幫好人 應該是殺人犯 奸丁 奸丁 你說幾個 你經常做 又奸丁 奸丁 然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 很煌秋生的 很煌秋生 即是人肉叉燒包殺人 對 因為那時候 即是阿琪 剛剛來到我們 NOW 那時候 我們其實都經常會吃飯聚會 對 然後趕回公司近方 然後一天無故用WhatsApp 就說 喂,喂,快點開電視看 有阿琪 有電影 然後我馬上開來看 然後就說 咦,阿琪在哪裡 不好意思,剛剛被人開槍殺了 那個 那個就是 一秒就看不到 林昭妍和謝霆鋒的 仙人 對 就是一個漢肥的樣子 都是賊 都是賊 所以我現在對那些死 還反應彈 開槍 很熟悉的 對 有很多禮事收 你除了那份組織 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一開始拍《仙人》 突然有一封禮事給我 然後我還很開心 我說 喂,我有禮事收,你有沒有啊 這樣說 然後他就回頭看一看 我 他死掉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 這樣說 我經常說是不知道 我自己會死 等一下你就知道 這樣說 我是超開心的 然後 有禮事收 對,對 有些服裝的 但是那個禮事要加兩隻字 死人禮事 對 但那個禮事有多少錢 只有10元 那些 就是用一個耳頭 對 對 不會是 有些人是亂傳的 有些風禮事是要洗的 是嗎 要用一下,你不用嗎 我本來還要洗一些 我不知道 要手洗到白巾 所以 真的 不乾淨 有些人就說 要當它好像白金回賣給你那一元 要馬上用的 但有些人說要儲 所以對江湖傳聞都不知道誰 你聽了一句有沒有說 我不知道 我沒有說 你記住到現在是嗎 沒有 因為跟屏風唯一一個接觸 我已經洗了 我不知道洗了沒有 就這樣放了一個袋子 沒有拆過什麼風禮事 應該有 我忘記了了 這麼久 不過他死那麼多次 下次他會知道 下次會知道 下次會知道 在內地那些 我有拆出來用的 因為內地死 因為內地死 因為我平時 如果出去拍攝 我不會帶錢 因為我一定沒有錢 因為我一定沒有錢 你拆我撈死人去試人 對 很大風 買了風飲水 喝 對 但那些是很便宜的 幾元也有一支 嗯 現在就剪剪轉轉 去了Lin姐旗下 還有去了TVB 現在TVB也拍了一些劇集 接下來都很期待 出街 不如你說一下有什麼劇集 讓我看一看 是否依然都是 因為一定不是一秒 不是一秒 一秒你應該看不到 幾秒 是有什麼劇集 你是拍了 雙線 內國電話的 應該是你出現的 是內國Samsung的電話 那個螢幕的 是嗎 誰螢幕 就是很多那些 Protter Placement 那些直入廣告 不是拍了電話的 我內國 內國 內國 是 跟那些什麼人合作呢 那個叫做 黎耀祥 人家真的是 人家是師弟 那個叫做黎耀祥 你真的不想撈 不是啊 我要說清楚名字 我怕會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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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第二套就是 長 哥 長哥 對 還有呢 都是長哥 然後就是 第二套也是 你是蕭雄和天眼 雙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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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眼 你跟誰 其實他不認識 香港的藝人 對 即是你說 Suppa Juni Wonder Girls 那些 我知道了 阿咪高領 你心裡變得Lin姐一個 真的 就是這樣 之後回來 還有李明顯 歡迎大家爭鋒秀 今天星期六的時候 當然 他很想去吃喝玩樂 我們這位嘉賓非常好 因為他對於 韓國文化 日本的地方 非常熟悉 對 繼續有Aki 你明顯在 但你自己 就是半個韓國人 但你中學反而 先去了日本讀書 其實然後 先去韓國讀大學 但兩個地方 你自己喜歡哪個地方 我剛才就告訴你 下午是日本 晚上是韓國 為什麼 反而是下午日本 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日本夜晚 韓國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有什麼事 韓國夜生活 不是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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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很多是看的 因為他們那些 有新東西出 可能這些 一些 新科技 你是猜不到 可能一些 精面機 都是在日本的電器 那你在韓國 你去電器店 晚上有燈 日本是快一點的 日本是快一點的 日本 到晚上的時候 那些騎公仔的店 都關門了 所以晚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除非是去酒吧 喝酒 Lin姐她喜歡玩公仔 對 怎麼搞的 這麼像你 你喜歡玩公仔 叫什麼名字 她喜歡騎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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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騎公仔 對 她是騎公仔 對 她沒有力招架 對 但晚上的韓國有什麼吸引你 因為韓國的文化 其實就是跳舞 喝酒 還有 人心酒 會喝的 人心酒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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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喝這些嗎 也會的 挺好喝的 挺容易入口 但她的夜生活 其實日本也有 例如歌舞幾丁 那些 但是那個分別 你應該感受過才會覺得 韓國好些 一定有些不同 即是 下午的日本女士 和晚上的韓國女士 可能有些不同 晚上的韓國 譬如你去酒吧 不是 跟朋友去喝酒 然後吃東西 因為其實韓國的人 他們會去一個地方 會去一會 他們一晚可以去五個地方 可能喝完酒 吃完東西之後 再去唱K 唱完K之後 再去喝酒 喝完酒之後 再去第二間吃雞 因為他們每一間店 都不同 分得很開 即是他們這間 專門賣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即是賣啤酒 炸雞就炸雞 功能性一點 可能吃完這件事 就去吃炸雞 去炸雞 再打機 打完機之後 再去唱K 再去喝過 即是他們每一晚 會轉很多個場 很忙 大佬 即是我們女士們 我們忙於買化妝品 對 走那些 明洞那些 都可以走很晚 對 他們就忙著打機 吃炸雞 喝啤酒 打機 每次都會 即是跟著一起炸雞 啤酒 文化是這樣的 一個地方不會坐很久 坐多久為止久 半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那你一晚五個場 都要一晚五個小時 七個小時 可能他們一下班 六點多 已經可以坐 坐到十二點多 是不是會這樣 夜晚活躍的時間 幾點開始 如果要上班 就不會 我們以前讀書 才會這樣 你從幾點開始 玩到幾點 因為我以前讀大學 是跳舞 即是跳舞的 那些 那個 club 這樣 練完舞 打完機 吃完東西 開始喝酒 然後就唱K 喝酒 再唱K 即是沒有吃飯的 不是吃飯 吃飯 吃飯加喝酒 所有韓國人都可以 你自己的酒量都厲害 那時候的培養和分辨 三支 綠色的 我們說酒量是多少支 三支 是不是米酒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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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酒 燒場 三支 三支 三至六支 但這些是否因為 是男人的文化 可能男人一定要 奧巴 一定要這樣喝 女生也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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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韓國女生喝醉後 會不會很容易失去怡態呢 我看到那些女生 全部都是睡著覺 沒有睡著覺 我們就會 畫她們的臉 是 對 對 因為我們以前 讀書的時候 會有些去Clam 那些 因為我們經常搞去Clam 然後我們就整箱 整箱就這樣搬 因為我們很分高 那些叫做 年紀階級的 譬如你是先輩 先輩 先輩 前輩 前輩 對 前輩的時候 一定要後輩喝 那些 一定要喝 如果前輩喝 一定要喝 對 如果不喝 就不給面子 對 這樣 如果真的要學一句韓文 你說 我不懂喝酒 這樣 韓文 就是不可以喝 這樣 我應該 不可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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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髮音 很準 因為他本來有日文 挺有的 所以學韓文 會比較好 如果就是 我今晚很想要 要什麼 要什麼 原來可以問得這麼特別 我今晚很想喝酒 我今晚很想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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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讀一次嗎 讓我學一下 下次可以跟女生這樣 你問什麼 忘了 我很想結識你 很想結識你 美女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選我們 男和女有沒有分別 對 選一名名字 沒有 沒有 最重要的是一名字 最重要的是敬語 最重要的是一名字 甚麼都加一主 也叫敬語 那就是敬語 我們叫敬語 你叫喵 你去寫yo 都寫得很有尊敬 尊嚴 如果要回答自己的名字 要怎樣回答 譬如你是可愛 Kawaii Im Nida Im Nida Im Nida就是 Food stop 我就在哪 Kawaii Im Nida Imm Nida 我記得Moyay yo Imm N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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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如果真的要學到 留來溝通到韓文要多久 兩年 住 如果一個星期一堂那些 十年 十年 我以前經常跟 他教我 他叫你十年才教我 等你死了之後還要上課 那我怎樣賺錢 其實真的很佩服李明熙班長 因為他的韓文 我真的覺得 登峰操極 他的洞洞洞洞洞 刀刀劍我真的看不明白 韓文比廣東話好嗎 會不會呢 看一下幾時 我想問 在床上 床下面 床下面 是甚麼呢 如果有時 在香港 你會想到 馬上講到香港話 但是如果你 香港話還是廣東話 香港讀小學 應該留你廣東話 我現在很不流利 你現在很不流利 我覺得自己很流利 你現在很疼 我覺得是看那一陣子 他身邊的女生是甚麼國籍 法國會不會突然懂法文 都會用英文溝通 會不會為了學英文或法文 而認識外國 如果我第一天回到韓國的時候 都會奇怪 那些文是怪怪的 還差一點的 再多住幾天的時候 就會吞回整個台 會有這樣的時差 那日文呢 日文也是流利的 但日文 因為我在大阪那裡住的 那我就講一些話 就會有關西語 有沒有示範一下 關西語和東京都那邊 那些人說話 哪些口音是 原來這樣是 坑西 有些是全部不同的 有些是一樣的 譬如 打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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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啦 這個是甚麼 東京 但我們大阪會說 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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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阿漢 所以說阿漢 所以說就是 所以說阿漢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我們那些口音會比較厲害 那你是熟了兩種語言 東京都和大阪你都熟 東京不熟 東京不熟 很強制自己去改善 不要按住自己的聲音 對 按住你的大阪 對 然後我就在東京面試 我上次面試是甚麼呢 我面試音樂學校 嗯 然後我打算讀完那個 在東京讀音樂的那些 那些專門學校那些 那些 然後那個校長一見到 聊聊聊天 阿你是在關西那裡來的 然後 他馬上就爛你了 但你說的 你兩種語言是差很遠的 但去到東京 你會有權溝通不到 有些意思會不明白 對 對 有些意思會不明白 譬如 我們可能 叫 推開對門 我們叫 拉開對門 類似這些 我們那邊會這樣叫 他們那邊會這樣叫 我們有時候會做些不同 嗯 好想問清楚 要不然下次去東京 想要指望你就死了 不會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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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OK的 你介紹點購物 你幫我自己去吧 東京嗎 東京我住了一個多月 那大阪呢 大阪呢 大阪呢 因為深齋橋 深齋橋一定要走 那去到梅田 如果你是購物 梅田有個很大的 很大的買衣服 潮的衣服 潮的衣服 潮 還是太久去 白色的衣服 他們最近喜歡韓國的 那些比較多 其實去到韓國 現在他們 日本那些 Fashion 好像跌了 跌了 不如去到韓國 直接一點 韓國 對 東大門 東大門 其實後面那裡 有一個 東西門 不是 左門還是右門 是 批發市場 那個批發市場 很容易找的 很容易找的 在那個 在那個 後面 在那個 文化 博物館 他剛剛建了那個 好像阿龜 那裡 然後那個 很發光的 那個地方 夜晚 對 有些燈燈燈燈燈燈 很漂亮 有些燈燈燈燈 我有些燈燈燈燈 整色直水 好像漂亮了 然後 但是你要留意 因為它那裡 很少會被你一件頭買的 那你就可能 我批發的 批發 就是可能每個色 買一件 或者每個買一件 但是如果 買一件不明白 中馬 小馬 大馬 因為它 預理是用來賣的 所以它才會這麼便宜 一款多色 一款多色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它最少要買三件 但是你有時候 可能會撞手神 就是你可能會 扮香港 那些 我有店鋪 在香港的 怎樣的 然後我的店鋪 叫什麼名字 然後我又想入一件 試一下 就是你要很交戲 你要去演戲 還有它 你去的時候 它會逢星期日 會休息 星期日 它就會不在 批發這些地方 就是星期日 不要去 對 反過來去泰國 就是搞VN去的 因為那些Nine Market 對 對 韓國就千萬不要VN去 浪費了個星期日 如果你星期日 去那些普通正常 你買一件的 就會貴三倍 三倍 差那麼遠 我當然要買三件 送給人 去批發的 對 然後 你要去到那裡 還有你要選 例如你星期二去是最好的 是 因為星期一剛剛開市 星期二又好像沒什麼單 一半的時候 它就會很容易鬆手 對 如果你星期五、六 五、六去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 這個星期我都夠了 那算了 他們會這樣 四、三 可能穩困一點 就不要說四、五、六 有策略的 就是這些 買衣服、購物的策略 但剛才 Arky有說到 野譜那些 例如我男生 我很想認識 Wonder Girls 那些 明白的 明白 就是喝酒 江南 一出街 就個個都Wonder Girls 不是啊 我聽別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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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吧 那你聽完別人不說 我聽別人說 在弘大那邊 弘大那邊 很多Club 它有一間餐廳 有一間餐廳 有些女生在那裡 你可以自由去跟他們聊天 有些女生自由去跟他們聊天 有些女生自由去跟他們聊天 其實很多地方自由聊天 廟街、樓下都有很多女生 都可以 她是不會去阻攔你 平日會阻攔你嗎 你去COVID shop和人聊天都沒有人 我聽別人說 應該比較健談 你自己坐在那裡 那些女生是被拚的 對 或是那些女生 可能會 就那些女生 就是你 不是 像廟街那些 如果女生進去那間餐廳 你就自己 預料到會被人 被人聊 他說有那間餐廳 我聽說 那我要多點去坐 不是 可以分分 韓國女生和香港女生 不是這樣扮 什麼 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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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阿貴 下次你回韓國時就告訴我 我跟你一起去永大那裡 你又教我多些韓文 我就可以Wonder Glow一下 而且她有幾個 即是 你普通香港的Clubing 那些 即好像是駕地鐵 那些也有 她有些是叫Night Club的 Night Club 就是 有些男生你去到開張桌子的時候 他就會扯一些單身的女生過來 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都好 他都會扯你 可能有些香港人是不習慣的時候 女生自己也要消費的 很不值得的 香港人不用付錢的嘛 女生也要消費的 我有朋友去了 他就不斷罵 他不習慣的時候 女生就不斷罵 那你們就不要去錯 如果你們是不想 他們有night club 即是寫night club 就像腳底外摩那樣哈哈笑 和沒有哈哈笑的分別 應該是 什麼來的 遲些慢慢告訴你 走去那些哈哈笑的時候 這樣就會笑哈哈 今天謝謝班長 李明顯教了我們去韓國玩 去日本 看一些哈哈笑 對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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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